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4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真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史无前例的取得第三任期 而且赢者通失 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另外解释金 有别于网纪常委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20大常委执政 将呈现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 打破以往用人规矩 忠诚高于一切 习家军赢者全拿 破格名单也打破多项中国政治先例 首先 七上八下为中共长久以来的潜规则 然而 67岁的李克强与汪洋 两人离任常委 形同裸退 再者 资历方面 李强挺过今年初上海疫情封城引发的巨大争议 一举从上海市委书记被拔着为中共二把手 更打破过往国务院总理 须有副总理经历的惯例 此外 代表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团派势力团灭 原先各界看好的热门总理人选 团派代表的胡春华不仅未能入城 连政治局委员都未能保住 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告诉媒体 团派全军覆灭 令人非常震惊 习家军完胜显示 中共人事安排已不再受许多党内规则束缚 也说明政治忠诚是第一的 第二 权力巅峰无制约的危险 习近平被视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高的中共领导人 多位专家警告 这也为习近平带来潜在危机 王信贤表示 中共党内不同声音要表达出来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虽然过去五年中共党内没有平衡利益 但至少有不同声音 接下来就不会有不同声音或纠正偏离的机制 这将会变得危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吴木鸾对媒体表示 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国推向一人独裁 毛泽东统治中国晚期由于缺乏制衡 没人向他提供正确信息 因此爆发许多灾难 这也是习近平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钟嘉颖则警示 当习近平最终离开现在的位置时 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权力升空 造成非常糟糕的结果 第三 安全斗争获重于经济 从政治局委员以及常委名单观察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应该是接下来的主轴 经济方面 尽管外界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应是习近平未来五年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财经背景的人比较少 只有何立峰 习近平也可能准备搞指令经济 王毅接手杨洁篪出任外事办主任 张右侠留任军委副主席 是因为外交与军事这两个重要位置 习近平必须留下自己信任 且与美国有交手经验的人选 吴木鸾告诉媒体 王毅是战狼外交的代表之一 这说明习近平喜欢这种外交风格 且这种外交风格将持续下去 第四 对台立场恐更强硬 长期关注国际关系的钟佳颖告诉媒体 他认为 接下来习近平可能会对台湾更加强硬 对此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24日周一表示 两岸军事情势不但严峻 稍微处理不慎 事态会很严重 他指 中共军方的新人士安排除了张右侠 其他多是年轻且富基层历练的潜力者 看出中共是有所准备的 台湾军方也会有所应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则指出 我们可能看到的是 东西方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越来越明显 中共二十大习家军全面上位 金家朝鲜表现出了极大的欢欣鼓舞 有评论认为 未来中俄朝将紧密合作 在亚太抗衡美日韩 而朝鲜计划中的核试验 或与中共政治活动高度相关 习近平在二十大如期连任后 朝鲜媒体在10月24日大幅报道了相关消息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 当天在六个版面中 用三个版面大幅报道习近平三连任消息 头版还刊登了金正恩致习近平的贺电全文 和题为 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迎来美好未来的社论 外界注意到 朝鲜近期与美日韩的对峙不断加剧 并试图进一步强化与中共的关系 朝鲜官媒此次高调报道中共二十大 也反映出朝鲜对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 朝鲜对于外国活动的官方报道 一般都是在相关活动结束后 综合各种情况逐渐发布 但是中共二十大在16日召开后 朝鲜媒体在18日即进行了迅速的报道 韩国有关分析人士认为 朝鲜此次可能会以中共二十大开幕为契机 试图进入核试验日程 韩国国家情报院上个月28日向国会报告指出 如果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 时间应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10月16日 和美国中期选举日11月8日前一天的11月7日之间 韩国时评人士李正勋认为 朝鲜若实施核试验 受损害最大的将是中共而非其他国家 如果朝鲜实施核试验 美国有可能在韩国、日本、澳大利亚 甚至台湾部署战术核导弹 核试验是朝鲜实施的 但最后压力都归给了中共 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防御系统 如果再部署战术核导弹 那中共将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威慑 万维读者王索娜编译报道 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一份文件显示 美国检察官指控两名中国公民 使他们替一间中国电讯商收买情报 试图阻挠司法当局起诉这间中资电讯公司 一份法院文件显示 美国司法部于本月20日控告郭春河及郑阳 各一项妨碍司法调查的刑事罪名 文件提及到案件涉及一间中资电讯商 但美方未有公开涉事公司的名称 据悉 这间中资电讯商于2020年2月 已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其他罪名 似乎表明案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有关 2020年2月 司法部曾以违反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 起诉华为 不过华为方面暂时未对案件作出回应 根据入饼状 被起诉的二人替设施的中资公司 收集美国司法部有关案件的情报 案情指 被告二人在2021年10月开始接触一名被称为 G1万的司法部工作人员 同意以1.4万美元现金 及一件价值600美元的珠宝 以换取有关美国司法部调查内容 以及对该中国定讯公司刑事起诉的机密信息 文件表示 被收买的工作人员G1万 实际上是在FBI监督下为美国工作的双重间谍 整个交易过程都受到司法部监控 根据入饼状 当该中国定讯公司在2019年受到指控时 中国郭明 郭春和 首先试图获取有关司法部调查的非公开信息 但到2021年夏天时 二人升级了行动 向G1万询问了他与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会面的细节 据了解 当时检察官正在讨论陪审团审判的准备工作 其后G1万将一张标记为机密的文件递交给他们 而文件内容主要围绕联邦调查人员逮捕该中国电讯公司的两名中国高管的计划 陆饼状提到 二人当时向G1万支付了41,000美元的比特币 作为获取情报的代价 同年 G1万再向二人提供了该计划的第二页 据称内容包括法律策略 以及在起诉中几名证人的资料 俄罗斯准备在战场上做出更加危险的举动 但事先却准备嫁祸乌克兰 结果被西方国家揭穿 10月23日 美国 英国和法国发布联合声明 驳斥俄罗斯宣称乌克兰准备使用脏弹的指控 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主权战争 所谓的脏弹是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药 藉由放射性物质污染大片区域 对平民构成危险 脏弹并不涉及核报 在这份联合声明中 美国国务院说 在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的要求下 美英法三国外长跟他进行了通话 邵伊古称乌克兰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并趋向失控升级 他担忧乌克兰可能在冲突中使用脏弹进行攻击 联合声明说 我们明确表示 俄罗斯说乌克兰将使用脏弹 这是明显错误的指控 全世界都将看穿 俄企图利用这一指控作为升级的借口 我们在此拒绝俄罗斯的任何升级借口 声明还说 三国重申面对俄罗斯持续的侵略 我们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如果需要 我们将继继续致力于支持乌克兰保卫其领土的努力 10月23日周日 邵伊古与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外长进行了交谈 在这三次会谈中 俄都声称乌克兰可能使用脏弹 邵伊古还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交谈 但莫斯科在总结该电话的声明中并未提及脏弹指控 周日当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乌克兰外长 酷来吧 俄罗斯利用这个指控作为升级借口 世界将看穿这一企图 并誓言在必要时继续支持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对莫斯科的说法迅速做出反应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联合应对措施 大家都明白 谁是这场战争中一切肮脏的根源 是俄罗斯利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辐射灾难进行敲诈 而俄媒报道称 泽连斯基正在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秘密交流 准备在乌克兰领土上引爆一枚脏弹 或低当量的核武器 将其行动嫁祸给俄罗斯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